严丽婷惊传女儿恐早产紧急住院 她累宿一睁开眼就吃药崩溃大哭 自己孤单面对 严丽婷与职员球员张志峰结婚后生下一宝贝儿子 之后要怀孕一直相当困难 曾三度流产让她痛不欲生 但是她一直很努力地想放第二胎 当初因为生下大儿子时 子宫出血过多受到伤害 导致一只很难受孕 就算怀孕也不容易保住胎儿 让粉丝听了直呼心疼 图片来源 东三新闻 根据BG Today 星光云报道 严丽婷之后顺利怀上第二胎女儿 预产期原本三月的她 近日产检发现子宫颈缩短剩下一公分 有早产的危机 让颜丽婷下的紧急住院安排 她更不断地想肚子拍而喊话加油 剩一点时间而已 不能这么早出来见妈咪 更曝光了目前住院状况 图片来源 东三新闻 她表示住院后这半个月以来 每天一睁开眼就是吃药 要安排点滴让她说话变得很喘 第一天住院就大哭 问为什么会在这里 更开直播向粉丝们说 为了让宝宝能在肚子里带到足月再出生 现在已住院安排16天 每天照三餐吃药 三天换一次点滴 由于点滴天天半身边的关系 只能趁拆换的空荡洗澡 心情被影响到有点厌世 所以都会去婴儿室看看小宝宝们 在心里幻想女儿出生的可爱模样 原本郁闷的心情才开朗了起来 图片来源 东三新闻 而因为老公必须在家照顾儿子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眼里挺孤单的 在医院中 情绪一来时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 但也能体谅老公不能常到医院陪他 还好护理师都非常贴心 常常与他聊天说说话 再加上他的个性较为独立 也希望自己能慢慢习惯未来的住院日子 图片来源 东三新闻 严厉厅先前才分享了多张手打安台点滴到变形的照片 立刻引起许多粉丝关注 现在又传出早产 现在又传出早产危机 让大家纷纷加油打气 妈妈要保重呢 严哥 加油 好好养开哦 加油美丽妈咪 伟大美丽的妈妈加油 加油 注意身体饱满 期待中 世上最强妈咪加油 加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